大家好啊 哎呀有人这个 给我扫码扫好多呀 让我赶紧谈谈这个驻俄大使啊 哎呀说我是战狼啊 说小战狼 你赶紧看看大驻俄大使的新闻吧 给我整蒙灯了 是吧 给我一下整蒙了 我说我怎么时候吃战打狼了 我不是蘸奶吗 哈哈哈哈 蘸奶是不是我这 里战狼啊还有很多啊 还有很多路要走啊 哎呀所以我是永远上不了CCTV的 哈哈哈哈 和和那一帮五毛啊 战狼啊我们还是 我跟他们还是有区别的 另外我也不是红二代 普通老百姓到警察局也得占俩似的 嘿嘿嘿嘿 是不是啊 人人车让人家这个这个 曝光了连勒都不勒我 你说我什么时候是战狼了 我我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看人人车都不勒我 黄博也不勒我 你黄博该挣钱挣钱 这黄博才是战狼呢 黄博从中国可是挣了不少钱啊 但是你看他的公司不就是吗 到处就坑蒙拐骗 把你车卖了 到现在没人勒我 所以啊 我在生活社会啊 咱也是屌丝底层 别老把我想什么既得利益战狼 我就看看人间百态 赞奶 这次这个驻俄大使的事啊 我看了那视频啊 我操CCTV啊 扎个领带 哎那个谁呢白燕松啊 所以我说是白燕松吧 你说 哎呀白燕松才是战狼呢 那才是又红又专呢 CCTV的主持人呢 儿子在英国学蒙古历史 共产党啊真是也让我开了眼界 哈哈哈哈 祝俄大使和这个白燕松一唱一鹤啊 俩人 这个给给海外华人也整他妈都高潮了 我看的意思啊 哎呀这几个人一段说呀 这个说这意思 哎你看口径挺统一啊 都是提 祝俄大使与战狼 哈哈哈哈 没人提我蘸奶呢 整得我 蘸奶一下 爱的我蘸奶啊 哎呀我看出好多有意思的地方啊 祝俄大使呢 说 嗯 什么 要闯关的人啊 放弃梦想 我觉得中央电视台那帮主持人呢 像白燕松啊 还有那帮编导啊 导演呢 听完这句话我不知道心里怎么想 哈哈哈哈 估计当时就懵懂了啊 你放弃幻想 然后 然后那谁啊 那个那个大使接着来说什么 啊 这个有些人这个在想要回国 然后编自己的理由 说什么俄罗斯啊 人家这个俄罗斯欺负我们中国人 嗯 我们一定要回国闯关 然后说这个吃着中俄合作的饭 砸着中俄合作的碗 我呀咱们心平气和说 我也不是白燕松是吧 咱也不是那个 真正的战狼啊 既得了议者 咱就一个普通老百姓 是不是 我那个 我就我就给老百姓我看这事啊 嗯 我觉得啊 这个驻俄大使针对的不是五毛 也不是战狼 针对是谁啊 针对是吃着这个中俄合作饭的 要砸中俄合作碗的这帮人 那谁最不希望中俄合作呀 啊 谁最不希望啊 美国人呢 所以我呀突然发现YouTube上 把中俄啊 这个驻俄大使 这个话 当成圣经一样不断在重复的 是来自香港 美国 加拿大 什么台湾 你看 你看 你看看这这一趟 海洋文明 我老观众都知道海洋文明 海洋文明是不希望中俄联合的 三国里边 二位属这三家哪个联合 另一家都不高兴 所以你这回就明白了吧 咱别说这个大使说的对不对啊 我就看现象 啊 看现象 凡是跟美国同一口径呢 美国那些小弟子 香港 台湾 还有一些假样鬼子 二椅子 等他骂美国拿身份都不知道 拿不拿的 就不希望中俄合作的 你发现没有 都攻击这个大使 都希望中俄 掰 哎 那这个大使骂的是这些人啊 实际上是骂这帮人 骂美国这边 那我呢 我觉得这个大使呢 他这个说的也没有错 美国人一直不希望中俄合作 都希望说这个俄国怎么怎么欺负中国人了 俄国在 我也去过俄国 我去过俄罗斯 那些城市我也去过 你说老百姓怎么怎么样 跟中国人其实也没啥 你要说政策上呢 对中国人呢 有利有弊 有好处有坏处 至少这个普京 在油价上 在这个 其他问题 台湾问题上 没有卖给台湾 一颗子弹 所以在台湾问题上 俄罗斯还是守了信用 是吧 那这驻俄大使 他肯定是要为自己的这个 怎么说呢 要为自己的工作 说几句 那有人要破坏中俄关系 那这大使肯定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使说的是这层意思 就是那些天天抄着这个俄国怎么怎么 又要海参碗 像有些人说的 什么这帮黄鹅啊 什么海啊 什么什么江东六十四层 什么什么海兰炮什么玩 收回远东 天天抄这个 那这群人呢 我觉得是驻俄大使最讨厌 那这样的话你驻俄大使工作怎么干呢 俩都是原子弹 你说他妈的打不打呀 打不打呀 啊都原子弹 我觉得聪明人 咱聪明人就多圆点吧 要扔原子弹了我操 那不多圆点 但美国人好像美国那帮人挺高兴的 啊 哎呀 清朝的事也得共产党来呀 清朝丢出去的 是不是也得共产党 来解决 但都原子弹我不知道咋解决啊 有聪明人告诉告诉我咋解决 都原子弹 嗯 驻俄大使的意思呢 就这帮怎么说呢 破坏中俄关系的他不满 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我我这个水平也低 反正我就理解出这意思 我妹觉得他好像是骂什么粉红啊 战狼啊 好像现在好像说这个驻俄大使 针对着粉红啊 战狼 在俄国的都是粉红战狼吗 那为什么还说俄国人欺负他们 但我不知道他有证据吗 所以这个新闻我看完了一头雾水 我这我的第一感觉啊 我也没骗大家 我就是感觉 嗯 然后好像是个我看了海外那些人 说的视频说 不让中国人回国了 像有些 像有些这个up主说 哎呀中国人拿着护照 连回国都不能回 然后我又产生疑问啊 嗯 我好像是前天报道了 这个东方航空 啊 与国际各个城市之间通航的 那个往返航班的信息 那就是说海外 在华人是可以回到中国的 往返哪 就有去有回呀 哈哈 那就是说 说北京上海什么什么 这主要的城市啊 包括武汉都通航了 虽然国际不能飞 那南京可以飞呀 广州可以飞呀 都可以飞 香港不也能飞吗 那从英国撤侨回来的 从美国撤侨回来的 不都撤侨了吗 不都撤侨了吗 可以回国呀 就是拿着中国护照 不让我回国 这个事我没弄明白啊 那你说隋风说口岸关了 别的口岸没关呢 他转个城市转飞机 他不就能回去了吗 我就不理解 那现在就俄罗斯看来是不让回国了 那俄罗斯不让回国 然后弄得好像这个整个拿中国护照都不让回国 这个事 嗯 我觉得是有有点 有点过了啊 你宣传这个东西 这我的感觉 挺有意思 嗯 我呀给在俄的这些华人吧 我出个主意 我出个主意 你可以转转第三国 你从俄罗斯是吧 飞第三国 从第三国不就回来了吗 对吧 你像什么 好像越南 越南有飞 柬埔寨 是吧 你从海深湾飞柬埔寨 从柬埔寨不就回国了 你一样回来嘛 我都不知道为啥 非得说是在 中俄不让飞了 难道这个中国人在俄国 俄国对外所有交通都断了吗 所有航班都断了 卧槽 那他妈的 那是够呛 俄罗斯那现在是封国了 那这个就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怎么讲的了 那这个事就很难讲了 如果封国了 嗯 他封国了 然后你一定要回来 那那就 这我也没办法 这个我是老百姓啊 我那遇到这种情况 我也没办法 对吧 反正你要说是不让回来 我觉得这个不对 那你说东方航空那个 所有航班国际航班都是假的吗 那不照飞吗 有去有回 跟人通行的吗 也没有说中国人不让回 中国那些口岸不都开了吗 那你俄罗斯这块 我确实 我掌握 这我掌握信息少啊 谁能给我解释解释 再有没有在俄罗斯的华人 是不是俄罗斯就是 就是再也飞不去第三国了 飞不出去了 隋风河的口岸关了 其他的口岸 国内口岸是没关的 那你 那他的意思 只能从隋风河 我就想从隋风河进入 对吧 那你 那我也没招 那你就得 你得找共产党了 你找白云松问问 小白呀 能不能回国呀 哎呀 我看完这个新闻 反正就这几点疑问啊 那么 有在俄罗斯的华人 可以给我下注留个言啊 我现在确实不知道俄罗斯 现在什么情况 我说马上睡觉了 有人挨拖我 哎呀 我也不知道是共产党 到底是 真的就是不让回 还是说你 你这些人 是不是啊 你就是怎么说的 就是像那大使说的 别别做梦了 哈哈哈 所以我给你们出个招吗 绕个圈 从别的国家 一样能飞回国 飞得从海深晚那边走吗 我好像我是 多少天前 四天以前 我做过一期吗 俄罗斯那个口岸还是晚的 都疯了 你们就不要从那走了 怎么还有人想从那回呢 那口岸都疯了 没人往来了 就不看我视频 你看我视频 就不就换个地方了吗 换个方向了吗 咱从别的地方入境不就完了吗 所以你看我 我啊对你们是真好 我都给你们想到了 让你们绕个圈回国 也一样 也一样 哎呀 我现在看CCTV有时候 我真是好久没看CCTV了 这有人爱的我 让我看一看CCTV啊 看得我这么乐 所以有时候吧 你就知道为啥老百姓 他不愿意看中央台节目了 哎呀看出也挺乐 我还是站在咱们在俄华人这边 我呀 对吧我也没那能力 咱也没有什么行政能力 又不是那帮大官 那帮什么既得利益集团 人家手里有行政资源 我呢这小频道 我说实话 我只能给你出点主意 看我以前那期节目 有个东方航空 东方航空的那个 那个航空表 我当时读了吗 就是往返 国际往返的 那个 其实你在网上能搜到好多航空公司呢 不光东方 还有什么海南航空 什么什么 南方航空 中国那些航空公司都有国际航线的 你找一找 绕个第三国也就回国了 没啥问题 但是呢 你呀 要得得知道 俄罗斯让不让你们飞出来 对吧 让不让你飞出来 这是个问题 我觉得最近的应该是从柬埔寨 因为我之前做过 海神网到柬埔寨的 旅游的嘛 所以飞柬埔寨 从柬埔寨就飞回国了嘛 在柬埔寨那地方 反正柬埔寨挺好 柬埔寨人挺淳朴的 应该不会拒绝中国入境 而且柬埔寨是落地迁 跟中国也挺友好的 飞到柬埔寨 柬埔寨几个小时就飞到什么广州了 什么上海啊都能飞 绕个圈不就完了吗 但是你们 俄国的华人呢 你你确实你得告诉我 让不让你们从俄国飞出来 如果连俄国连飞机都没有了 俄国一下飞机都不让飞了 是不是 那你也就变 像大使讲的 你别做懵了 你就回不了了嘛 口岸都关了 你一定要去闯那个关 闯完了再造成身体伤害 我为你好造成你身体伤害 那真是 警察武警 包括俄国的边检 俄国边检都不一定让你哭 俄国是封国了那是 我这马上睡觉了 所以很多材料没怎么说呢 我没查 你们自己可以去查一查 如果俄国口岸是允许从第三国入境 说真心话 我是真是为你们好 如果可以第三国 我让你首选柬埔寨 非柬埔寨 第三国然后从柬埔寨再回国 绕一下 其他第三国呢就是 我觉得都不如柬埔寨好入境 这我给你出个招 其他国家好像都现在 疫情期间都很难入境了 你想转机的话 你可以试试转机 问问 这是我的真心话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回国 但是你要去闯关 我觉得就像那大使说的 你别做梦了 那真是难的 口岸封了 你应该要闯关 那太难了 所以我这个事反正我看完了 就大 就我真实的感受就这个 也不骗大家 你说这个什么战狼护照什么好报是 是吧 就我啥时候整个战奶战奶护照 哎呀 好像护照反正是能回国的 我没理解错 那么多航班往返的都可以回国 那中国没有拒绝中国公民回国 我不知道炒这个事什么意思 我其实我觉得很奇怪 这事能炒起来 中国哪有封什么口岸 在俄的华人绕个圈不也回国了吗 只是现在聚集到这个海深碗 聚集到这个地方呢 现在这个地方看来是人疯了 口岸疯了你非得要闯 那肯定啊 驻俄大使肯定着急 但是你们也换个地方也不用一棵树吊死吧 反正我就理解是这样 是不是我也没有别的招也没有别的想法 我看完这新闻反正就这一点啊 嗯也是我要睡觉了是不是 现在也不想太太太谈这个事 那很多人是不是你既然扫码了 是不是啊 我满足你我 咱跟你谈了 够不够意思啊 就这么回事吗 那你说有啥呢 闯关呢就别做梦了啊 想回国我给你出个招吧 到柬埔寨绕一圈 这也是非广州 是非其他地方也回来了 对吧 在国内哪个城市 你回国都得隔离 准备准备隔离 多准备点东西到上 这也其实没啥难度 这我就奇怪 为啥海外的门天天抄什么什么 不让中国人回国啊 战狼啊怎么样 他们兴奋啥呢我就奇怪 兴奋啥呢 我发生了多少 你把这一边 怎么完蛋了 我给你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